詞曲 琴砂 作詞 石威懟 詞曲 琴砂 詞曲 琴砂 梦打碎才会知真假 风啸啸 雨飘摇 泪眼问 画画不答 回不到最初的年华 爱恨不过一年时差 让伤落智 如初剑刹那 愿放下苦苦的挣扎 等不到盛开的年华 思念早已纷飞天涯 刻骨铭心 耗尽了牵挂 留不住 还放不下 太繁花 皆落下 太繁花 皆落下 渡过了 多少个春香 没有几次无恙 守不住 花样的 年华 除了任何之路 只是 titled WILL 心puter Hide 也不愿意 对付出迎娱乐 谢谢你来看明月啊 说起来我也是看着明月长大的 明月这小模样像姐姐 一看就是个美人坯子 性格也像姐姐一样好 让谁能不喜欢呢 谢谢妹妹夸奖了 我是说真的 之前在采薇身边伺候的时候 我就非常敬佩姐姐的为人 如今我们成窝的姐妹 一心想着多和姐姐亲近亲近 只是不知道 姐姐会不会嫌弃毕和笨呢 采薇常在我面前提起你的聪明伶俐 你 你要是笨的话 这世上哪还有什么聪明人呢 明月 找姐姐们玩去 过去 我听说采薇已经去求太太 要回去准备父亲的生计了 这事我也听说了 就我这笨脑袋 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还想请教姐姐呢 你说采薇好不容易出来了 不是应该先去讨二爷的欢心吗 怎么突然间跑回了娘家 你们一向要好 不知姐姐知不知道 这其中的缘故啊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 我还不是替五姨太着急吗 之前在她身边伺候了那么久 怎么说也是有感情的呀 那还真是难为你这份心意了 依我看哪 采薇是因为思念王父心切 采薇她为人心思淳朴 从不作假 这个你知道的 这些人都没有想到 看来五姨太的捷径 让六姨太感到紧张了 她的宠爱是怎么得来的 她自己清楚得很 现在郑主子要出来 她能不紧张吗 二姨太 您说她之前说的那几句话 是什么意思啊 她就是看着我手里有点权力 想向我是好 一起对抗太太 本来呢 她这个人心思敏捷 倒是个可以帮上忙的人 不过 她为人两面三刀 是个墙头草 我呀 还得防着她在背后捅我一刀呢 迎信那边有什么消息传来吗 自从丽春那个丫头进来后 一些近身的事情 六姨太都让丽春做 现在迎信 都得不到什么消息 没想到她为人这么消息 连老太太派来的人 她都信不过 爹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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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爹 女儿回来看你了 爹要送你一件礼物 这是省城给你买的 你呀 你肯定会喜欢的 我很喜欢 谢谢爹 好 不用谢 只要喜欢就好 爹 爹 小姐 小姐啊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可是你要保重好自己的身子 否则老爷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啊 是 张妈妈 洪秀在哪里 我把她送到我乡下一个朋友那里去了 小姐放心 没人能找得到她的 你把她偷偷带回来见我 爱 不管是我爹 还是贵妾 我一定要找出他们死亡的真相 后再 ott 二爷 你累了就歇会儿吧 我没跟她计较 我什么都没跟她计较 她竟然敢给我脸色 别动 多谢我一太救命之恩 我一太的大恩大德 红袖永生难忘 坐吧 红袖 你不可以在这里多待 以免被别人发现 所以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但是有几个问题 我必须问清楚 我一太请问 只要是红袖知道的 红袖绝不已瞒 这 这不是五一太之前 送给四一太娘家兄弟的怀表 没错 就是那块怀表 我那天送出去之后 贵琴的弟弟明明把他带回去了 可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贵琴的房间里 是 红袖 你再仔细想想 在那之后 贵琴的弟弟有没有来过府上 没有 绝对没有 那贵琴有没有回过家 也没有 自从进了白家 四一太除了他爹娘的生辰之外 基本上很少回去 你再想一想 四一太在临死之前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四一太那段时间 的确有些不对劲 说起来 是在见过太太之后 贵琴见过太太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在你小展前的五天 四一太陪五一太 花园散布回来以后 太太就在贵箱院里等着四一太 四一太和太太 关上房门密谈的一阵 在这之后四一太就病倒了 而且 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那你知不知道 太太对贵琴说了些什么 四一太从未和我提过 对了 还有一件事 那是 在四一太得知五一太小展 性命有关的时候 四一太 你这是干什么呀四一太 四一太 四一太 我该死 我不是 我该死 我不是 我这次求太太出来 一来是为了见红袖 二来就是来找大山哥 自从我爹死后 大山哥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我想 他应该知道一些 关于我爹的死因 也不知道 他是已经被害了 还是自己躲起来了 老爷都去世这么久了 都没有关于大山哥的消息 而且 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啊 大山哥平时那么激励 我想应该是躲起来了 你们是谁啊 大娘 你不记得我了 我是采薇啊 原来是采薇 快请进 快 大娘 我们这次来 是想打听一下大山哥的下落 你们怎么都想知道大山的下落 莫非他干了什么坏事吗 大娘为什么这么问啊 难道还有别人来打听大山哥的下落 不错 二爷派人来问过几次 前几天 大山殿被一帮匪人绑住 逼问大山的下落 吃了不少苦头 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 大叔还好吗 知道是谁动的手吗 倒是没有生命之忧 只是伤尽动骨一百天 地里的农伙全给耽搁了 当时那帮匪人捆人的时候 是蒙着眼睛的 不知道是谁 大山这孩子真是的 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事情 真是让人着急啊 这 大娘 大山哥一直跟在我爹身边 也算是我半个兄长 这些钱呢 是我的一份心意 虽然数量不多 但希望可以解您的燃眉之气 以后如果再遇到什么困难 也可以差人来告诉我 只要是我能帮得上忙的 一定竭尽全力 五姨太 这怎么好意思呢 大山哥是个好人 老天爷不会让他有事的 不用送了 二位慢走 连大山哥的父母都不知道他的下落 这天大地大的上哪儿找去啊 这条线索永没了 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我爹的死确实可以 五姨太的意思是 那些绑了大叔的神秘人 这些人跟伤害我爹的凶手 绝对脱不了关系 只是连大叔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如果找不到大山哥 还真的是没有办法查起 好在贵琴那边有消息 咱们就从贵琴的死因查起 五姨太 二爷好像也在调查 李大山的下落 看来他也在怀疑老爷的死因呢 这说明二爷的心里 还是有老爷和五姨太的 我爹终其一生 为百家劳心劳力 就算获得这份关心 也是理所应当的 老爷生前 每到逢年过节 都有很多人来上门拜合 没想到走了以后 头一年生计 就这么起来 人走茶凉啊 世间人情就是这样 小姐 二爷来了 二爷 多谢二爷见门 是什么 王 rése 一辈子尽忠职守 我应该来的 翠平 得二爷进去喝茶 不用了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二爷慢走 二爷慢走 小姐 二爷嘴上虽这么说 可对老爷行得却是晚辈礼 他这分明是在让步啊 你为何不顺着台阶往下呢 当我遭人陷害的时候 他不信我 当我寄希望于未来的时候 他狠心害死我的孩子 在我生死攸关的时候 他纳了我身边的丫鬟 我被禁足 遭下人欺负的时候 他连人影都不见 如今 就因为他对我还残留着那么点情 还肯接纳我 所以他向我勾勾手指 我就应该欢天喜地地扑过去吗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你怎么做的 下一位 你自己做不到 这道个艺术 你怎么出了 那就自己做得到 我带我们去看看 他还没打开 我记得你这个 你需要这样的 你去吧 我怎么这么破 是个好人坐着都难受 对啊 吴义太身子不好 怎么能坐这泼车呢 你不用劝我 我才不会把我自己的车 给他用 二爷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真就是这个意思 二爷堂堂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能跟女人斤斤计较 你说得有道理 这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这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不许她们计较 愣着干什么 我倒要看你这车子 怎么个不服 娘 娘 张妈妈 您这是干什么呀 快起来 快起来呀 张妈妈 小姐 我要求你一件事 有什么事您尽管说呀 您一手将我带大 就像我亲娘一样 您这样不是折我的寿吗 如今老爷过世了 现在这个世上 我最关心的人 只有你们两个 可是今天你们这一走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我心中实在是舍不得 小姐 你将我带进白家吧 让我能天天看见你们 好吗 张妈妈 您先坐 娘 你先喝杯水 其实 我跟翠萍也商量过 想把您带在身边 你 这次出来调查我爹 和贵琴的死因 我才发现 事情比我们想象的 要复杂好多 也凶险很多 我只怕把你带进 那个是非之地 反而是害了你 不 我们是一家人 命是相连的 如果你们出了什么事 难道 我还能独自活在 这个世上 与其在外面 让我担惊受怕 不如啊 小姐 让我和你一起 去面对一切吧 说不定啊 我还能帮上你的忙呢 五姨太 你就答应了吧 好 小姐 我们的车呢 我们的车呢 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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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我们的车呢 哎 来了 这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刚刚进去喝了杯茶 翠萍啊 这还不明白 这是二爷的车 二爷啊 是心疼小姐 好让小姐坐得舒服一些 三爷 上车吧 我们先回下蔷薇院 换身衣服再去见老太太 我看你偷来 你别打了 你再偷来 死丫头 好像是那边传过来的声音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们也是自身难保 不要再多管闲事了 叫得这么惨 我们既然都听到了 就去看看 怎么可以视而不见呢 不许哭 再让你偷懒 住手 武依泰 来 白艾家什么时候 允许你们这些下人之间 滥用私刑了 这个丫头手脚不干净 还偷懒 他本来就是我管的人 教训他几下也是应该的嘛 我没有手脚不干净 更没有偷懒 我从早上干活到现在 连饭都没有吃 你还敢在武依泰面前撒谎 我没有撒谎 都不要说了 这位妈妈 即便是这个丫头犯了错 你也应该先向管事妈妈汇报 查清楚真相之后 再酌情惩罚 你怎么可以在这里滥用私刑呢 我们平常都是这么管教他们的 也没人说我们 今天 武依泰倒是有这种贤轻意志啊 你要是不服 可以跟我去见太太 如果太太说你是对的 那我向你道歉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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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点小事 别去惊动太太了 就算我老婆子 今天理亏了 那你得答应我 以后不准再对这个丫头用刑 武依泰说什么就是了 谢武依泰 谢武依泰救命之恩 快起来 谢武依泰 你身上有伤 就不用多礼了 你叫什么呀 我怎么好像没有见过你 我叫华梅 半年前入府 在刘妈妈 就是刚才打我的妈妈手底下做事 她想让我嫁给她的儿子 她儿子是傻的 我凭死都不同意 因此惊动了太太 刘妈妈这才审罚干凶 从此 她只要有机会 她就打我 我身上这些伤 都是她打的 天哪 这人怎么这么狠心呢 武依泰 虽然你今天救了我 我知道 刘妈妈不会放过我的 刘妈妈不会放过我的 谢谢你救我 我知道 我是下人 这本就是我的命 我想通过这个事情 刘妈妈对我也不会太过分的 我还有活要做 就先退下了 刘妈妈 你等一下 这个是三七粉 可以止血的 你留着用吧 拿着 谢我一胎 谢谢 给你解禁 又让你筹备你父亲的生计 咱们白家也算是人之易尽了 你以后可要安心地待在家里面 是 采薇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求太太 什么事 就是关于我的奶娘张妈妈 我父亲去世之后 张妈妈一个人在外 孤苦伶仃 我想恳求太太 允许我把张妈妈带回来 让她留在蔷薇院 到老了 也算有个晚年安身之处 这是小事 你想接回来就接回来吧 白家也不怕多养个下人 谢谢太太 谢谢太太 你们都来了 坐吧 采薇 你也坐吧 采薇啊 回去了一次 瘦了不少 人死不能复生 你自己身体也不好 不要太伤心了 多谢姐姐关心 对了 本来还想请太太 把贵琴身边的红袖 调到我身边来 我回来之后 却找不见他人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说来也奇怪 贵琴去世后 红袖也失踪了 我想 他是因为跟还人害死贵琴之后 畏罪潜逃了吧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说起下人 我倒想起一件事 景岚 二爷前两天跟我说 要把婴儿配给药厂的一个伙计 婴儿走了以后 这园子里伺候的人也太少了些 正好家里新买进几个丫鬟 你今天就挑两个回去吧 是要伺候你的人 你就从中挑两个合眼的吧 太太还真是关心我一太 只是这外面新买进来的 毕竟是不知根知底的 柳姨太这话 是什么意思 太太 我只是就事论事 您千万别多心 其实我心中已经有了人选 是谁 就是在大院里面干粗活的画梅 我喜欢她老实本分 再加上我已经把张妈妈带了进来 其实身边伺候的人也就够了 多谢太太费心 既然如此 就随你好了 多谢我一太救我一水火 多谢我一太 快起来吧 在我们强卫院不讲究这些 花梅 五一太可是最和善的人 你能来这儿伺候啊 可真是你的造化 花梅啊 快起来吧 来 跟我去熟悉熟悉环境 来 跟我来 我刚刚还说不要讲究这些 你这又是在干嘛呀 别人的理 五一太可以不受 可婴儿这一半 五一太 你一定得受着 若不是五一太 也不会有婴儿和小龙哥的亲事 五一太 你对我有再造之恩 这都是你自己的造化 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就要看你自己的了 婴儿一定不会忘记五一太的这份恩情 好 算他还有点良心 值得要跟我一太磕个头 白家上下一百多号人 有多少事情是见不得光的 即便是好人待久了 也会被待坏了 婴儿的本性还不算太坏 是小姐心好 肯给婴儿一个改过的机会 嗯 唯一太 你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 翠萍 你有没有觉得 太太和碧盒之间有什么古怪 古怪 什么古怪 换作是你 处在碧盒的位置 你敢和太太针锋相对吗 我 我才不会像碧盒那样呢 这孩子小姐不过是打个比方 吓死了 吓死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不敢 估计我连正眼都不敢看一眼呢 没错 碧盒只不过是个丫鬟出身 在白家毫无根基 即便是现在得宠 可她又有什么资本跟底气 和太太交板呢 如果她是像丘琳那样鲁莽的性格 倒也还好说 可是我们都知道 碧盒性格谨慎 心细如尘 绝对不至于这样 她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 有恃无恐 你的意思是 小姐是怀疑碧盒 她就是太太安排在小姐身边的内鬼 我就是这么想的 吴仪太 吴仪太 不好了 什么事喳喳呼呼的 听说二爷今天请了戏班子 要请全家人看戏呢 这不是好事吗 是好事啊 可问题是二爷点名了 不让五仪太去看 这家就是有点脸面的下人都让去 唯独不让五仪太去 看来五仪太又失宠了 是啊 难以为她解禁后会重新得宠呢 唉 唉 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啦 唉 上次啊二爷 当纵冷落了五仪太以后啊 唉 接下来几天 二爷都去得必不愿 是真的啊 唉 那院里的管事真相同 好好 别提多风光了 哎呀 他们可是得了不少赏钱 哎呀是是是 老二可别到处嚷嚷啊 哦 不会的不会的 太太 太太 太太现在心里一定很难过吧 那个黄采薇还真是不争气 辜负了太太的一番心思 太太 你别太往心里去 气坏了自个儿的身子可不好 碧盒先告辞了 真是太欺负人了 我一太出来 还没过几天好日子 又要受苦了 别说结属的甜汤和瓜果 就连该给我们的分力 一点都没见着 夏天的衣服 到现在都还没有送来 别的院子的 都已经做好穿上身了 我还去找管事的妈妈问过 管事妈妈居然说 我姨太又用不着去伺候二爷 实在急的话 拿去年的出来穿喽 又不是什么金贵人 哎 这话可千万别在小姐面前说 免得她心中不舒服 我当然没说了 所以我才特意从去年的衣服里面 挑了几件新的给我姨太穿 你以为我连衣服的新旧款式 都看不出来了吗 别藏了 我都看到了 其实这些衣服还挺新的 没有必要做新衣 而且你们都知道 我从小就粗茶淡饭 不在乎这些 早就已经习惯了 你 小姐 这都是因为二爷的冷落 府里的下人哪 都是见风转舵 捧高踩低的 我出来又不是为了这个 等我查明了爹和贵秦的死因之后 了结完这一切 我就会想办法 带你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就让他们这些人 去争一个头破血流吧 对了 张妈妈 我想请你帮我办一件事情 有什么事小姐尽管吩咐 我想试探一下闭合 想让你配合我演员出戏 我娘怎么还没回来 按理来说应该早就回来 不会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崔萍 你先别着急 你娘在外面熟人多 也许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 可是眼看就要到门禁的时候了呀 幻眉 幻眉 来了 吴姨太 你现在赶快拿些钱 去门房那边守着 如果张妈妈过了门禁的时候才回 你就在门房那边疏通一下 千万别把这事闹大了 幻眉 你跟门房比较熟 就拜托你了 姐姐放心 吴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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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张妈妈过了门禁的时间才回来 门房的人不给通融 此时惊动了太太 太太 派人将张妈妈带走了 什么 你 娘 小姐 小姐 太太 蔡薇 你来得正好 张妈妈是你院子里的人 她受罚也得让你知道 白家家归 害世后未经当家太太首肯 任何在门禁时间内未归的下人 都要受到二十丈行 太太 张妈妈年迈体弱 经不得丈行啊 张妈妈是因为我才会出门 归根结底都怪我 你要打就打我吧 吴姨太这话就错了 主子交代下人做事 是天经地义的 下人的职责 便是在不违反家归的情况下 将差事办好 如今 她不能按时回归 是她没将白家的家归 放在眼里 要么就是能力不行 不管哪一条 这二十丈行都得受她 哪有主子为下人担过的 还不快行行 太太 太太开恩 要罚就罚我吧 太太开恩 太太开恩 都是采薇的错 要罚就罚我吧 请太太开恩 太太开恩 我娘年纪大了 受不了丈行 崔平愿意替我娘受惩罚 请太太开恩 太太开恩 小姐 不要再客了 求太太开恩 妈妈没归 小太太了 二十丈而已 妈妈少得起 打 张妈妈 住手 姐姐 梅香 你的消息倒挺快啊 梅香得二爷的吩咐 与太太一同管理内战 现在太太要处理下人 梅香当然会得到消息 居然来了 就坐吧 太太 梅香还有话要说 有什么话 等我处置完下人再说吧 梅香知道张妈妈 是犯了嫁规 理应受罚 可是我们白家 在当地是人善之家 所有的事情 还是要酌情处理 就像张妈妈 真是笑话 我当家太太处罚下人 还需要你跟二姨太 来指指点点 不要因为二爷 给了你些许信任 你就忘了自己 到底有几斤几两了 你再多说一句 我就用不敬之名来处罚你 臣梅香 你尽管试试 再有人求情 就一起打 停下干什么 给我继续打 张皇哥 我许停 继续打 走开啊 小姐 走开 走开啊 每个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小姐 而采为你的价值 就是二爷的欢心 失了二爷的欢心 你就一文不值 连个小小的门房 都不把你放在眼里 希望经过这一次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小姐 小姐 你身上有伤 不好好躺着 跑过来干什么呀 陆医太担心你们 非要过来看看 张妈妈 你没事吧 还疼不疼 我不过是挨了几下 已经上了药 现在不疼了 都是采薇连累了你 不是不是 是我没用 是我连累小姐才是啊 对了 妈妈 你出门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 说来也怪 我有时就往回走了 可是快到家的时候 忽然被人打晕 截了身上的财物 再醒来时 时候就晚了 是 白家附近 是我们这里最热闹的地方 平时都有人巡逻的 要说碰到爬手倒不奇怪 怎么会有人敢当街抢劫呢 我们又被太太算计了 张妈妈你出门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中了他们的圈头 那些劫匪是专门等着你的 这是为什么呀 太太这是在敲打我 但有一句话他算是说对了 在白家 如果没有二爷的欢心 也就是一文不值 我可以不要锦衣御事 也可以不要前呼后拥 但是我不能让你们为我受苦 我真是太天真了 只知道一味的逞强 却从来没有想过 如果得不到他的欢心 活在白家 简直就是寸步难心 别说 替我爹和贵亲讨回公道 恐怕到时候 连你们的心里我都保不住 你真是在逼我明白这一点吗 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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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打了采薇 不知是谁给二爷传的话 很明显有些出入 我不过是处罚了采薇身边 一个犯错的下人而已 你竟然看到采薇扑上去 你怎么 二爷是在责怪我吗 因为二爷的意思 以后下人犯错 只要他们的主子装模作样一番 我就要饶恕他们的过错 那以后我还怎么管这下人 家里还不乱套呢 我是很想知道我爹的主子 但更重要的是 那是一条人命啊 大善哥就像我们两个兄长 或许有凶生的可能 他已经死了 可是只要有一证可能 我就要试一试 连翘 二爷和采薇去找连翘 不然你俩监晟 撑上 这个统可不助 一个宠人 现在哪里 叶羹 这个video 是什么 我 苦于冷汗之间 就算千里是封面 我相信一切有风回路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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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